今天给大家首先看一下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电动汽车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 我们在2016、2017、2018这些电动汽车国内国外的发展 可以说每年的速度都只在于70%到100%的速度在增长 电动汽车的发展给矿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可能大家不一定意识到我们对我们的影响 今天我主要想强调 为什么电动汽车可以指矿业的未来 说我们未来的大宗产业是更好的投资的方向 你看今年1月到10月份的电动汽车的产量 已经达到跟去年同期已经一年的产量已经一样了 而我们国家整个在全球的电动汽车的产量中间 已经超过了美国超过了其他国家 我们占5%以上 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不是电动机不是其他的车体怎么做 核心技术是电池 电池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原料 这是我们今天关心的这个地方 主要是由三元里电池 这是目前根据很多专家的论证 以及包括美国特斯拉 中国的好多电动汽车的目前的选择 并且这地方我列出了一个 在我们旷野会上不达常列出了一个表 就是浮润的这个摆富榜 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发布的这个榜中间 有多少个人是跟电池电动汽车相关的 有54家的企业 69家的这个理电的这个企业上榜 注意啊这些企业家的身价 滋少20亿人民币 所以就可以说在今年已经创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奇迹 主要的是这个前十位的企业呢 有吉利 复兴 万象 方泰 宁德时代 可能大家呢就是比较熟悉的 我都说红的像宁德时代 天奇里业 直接跟我们这个理电池企业表现突出的呢 主要是有这么几家 一个是天奇里业 蒋总身价190亿 环游谷业 谢伟通115亿 然后呢 韩瑞谷业 梁建坤100亿 干方李业 李良斌95亿 这全是身价啊 这是他们净资产的战 宁德时代增长400亿 当然还有洛阳牧业 于勇身价330亿 然后还有彭新资源 江朵 235亿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大时代 这些直接相关的矿业的老板 你多会看到在中国 一下就能够产生几百亿的身价 所以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看一看 这些是整个跟理电相关的 所有的100多家企业家的排名 就太小了 就不说了 所以再回到今天跟我们矿业相关的地方 就看看这个谷和鲤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全球的谷非常有限 大概只有700万吨的这个储量 主要集中在钢果金 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顶图 50%是钢果金 澳大利亚 钢果金呢 我经常在会上说 也是我最早在钢果金是做谷的 我们2000年就代表北方工业的万宝矿业 在那地方开的同股矿的演练 所以就是钢果金的整个储量有350万吨 占世界50% 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个谷呢 可以尽管我们说有67万吨的谷的储量 实际上非常的可怜 所以这是全球 整个这个谷在全球 生产量的一个 这个地图啊 这个比较隐隐约的 看到这个地图上 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 整个全世界 只产了13万吨左右的谷 钢果金产了6.6万吨 所以这个预计今年 2018年 全球的谷的产量 也就是今年14.4万吨 其中呢 中国的金链的谷呢 产量会达到7.5万吨 花园股业的一加就有2.5万吨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全世界才产了14.5万吨 而我们的 古的金链呢 就占了7.5万吨 说明中国人直接间接的 已经控制了全球的 古的资源 看更加详细 像我们刚才说了 在钢果金的南部 同代 同代厂上 整个这个一流 就是原先 以同为辅的一个区域 这个上面三十几个矿区 我几乎每一个都走过 可以看看我们国家 主要的这些企业 都在这地方 万宝矿业 就是我们以前工作的 然后呢 金川 还有就是 洛阳木业 当然还有世界上老大 Glinco 这些企业 所以呢 在非常小的一个区域中间 聚集了大量的 这个股的资源和企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讲 股是一个 Montontri 也就是独占游戏 谁占助资源 谁就赢了一切 这是我们中资企业在 钢果金的就是 目前的大型企业 大概有15家左右 包括五矿啊 有色啊 纸巾啊 洛文物啊 华油 瑞涵 中铁 华钢 彭新资源 万宝矿业 然后呢 金城庆 盛囤 还有就是 其他几家 外国公司也有几家了 包括加拿大iPhone豪 我以前工作的iPhone豪 像First Quantum 第一量子 然后江南可 江南可的 这个 是它世界第一大产股 然后还有自由港 自由港呢 后来卖给了就是我们的 洛阳木业 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司 总的来说 中国公司在这个地区 已经是最主要的这个投资了 我们也看到了整个这个公司在那个地方的就是总结啊 那个表很密就不解一一解释了 这些是我们国家在干部经地区有矿产没有 这些产量是多少 可以看到洛阳木月 产量1.8万吨 然后呢 金川集团的 金川国际也能产5,000吨 然后呢 万宝矿业 这算了虽然没数 我们知道今年是4,000吨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大的这个企业 可以看到在2017年到2015年 全球股的这个金量 各个厂家的这个比例 中国公司一同天下 现在来看看股的价格 既然我们中国人占就了这么多的资源 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2003年我们那时做股的时候 股的价格才几美元 7-8美元一磅 就是当时都是用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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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罢工的原因 价格突然涨到了20几美元 但随后呢 在2007年的时候 钢果金因为禁止股的出口 所以价格一下暴涨了40几美元 可以说当时在钢果金做股的中国企业 赚了非常多的钱 到这一次 新能源汽车的出现 股的价格又到了40几美元 我在这地方让大家看这一个相对过去 20年中间的一个这个图呢 主要是让大家看 其实过去的两次都是外界的因素对整个股价的影响 而这一次呢 股的价格虽然涨上去现在又回落 我认为这是有需求的增长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分析 在未来的7年中间 它有5倍的这个股的这个生产 这个需求的增加 所以呢我认为这次股的价格呢 应该给我们大家产生一个巨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直接看这些公司 洛阳墓业 洛阳墓业目前来讲呢 是在 A股和港股上市的一家公司 现在市值呢是860亿人民币 曾经去年一度达到1800亿人民币 可以说超过资金矿业 这是中国企业大概近年来最成功的一家企业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从过去的1800亿掉到了今天 基本上又回到了之前的这个低价位的位置 是不是有图思的价值 所以呢大家考虑 我想多看一些大家就知道 洛阳墓业也不是自己发生的自己建的矿 是直接在2016年的5月 用26.5亿美元收购了自由港 麦克敏伦的位于港股金的Tank这个项目的56%的项目 这以前我们在港股金的时候天天开始路过这个项目 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并购 是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只要你选的对 另外一个华油股业 现在的市值是280亿 曾经达到600亿人民币的这个市值 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年初最高点 跌到这个5年期的这个股价 现在呢又跌了回来 但是呢它是不是在下一个阶段中间 它有投资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有投资机会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对比完这些矿 和看了需求以后自然是会做个判断 华油股业也是当年我们在港股金的时候 跟着我们走向港股的一个浙江的民运企 他们随后在2006年设立了在港股金的公司 然后呢12年的时候呢 买了一个就是尾矿工程 15年的时候并购了一个采矿权 然后呢在2017年再又认购了在港股金的一个 叫ABZ的一个股矿的就是很大的项目 待会我会介绍一下 然后2017年到2018年呢 他们又并购了一些澳大利亚的其他的采矿权 可以这么说 中国企业走向海外 它的成功跟它的并购一定是同型的 是一定能够产生效应 你可以看到预计在2018年 整个公司会产2.5万吨的这个金属股 控制最关键它控制的资源量有7万吨 刚才洛阳物业控制的多少有五十几万吨 所以非常长远的资源 铜当然也很重要也很赚钱 但是呢它有58万吨 洛阳物业的铜呢那就是好几百万吨了 因为我们今天谈金川概念 金川国际是在香港上市一家公司 目前的市值只有85亿 但是根据资料表明 它其实在康古金并购的就是股的资源量非常大 它产量呢也还可以 但是呢这个股票呢有一个问题 它是因为它产品卖向母公司的时候的定价 让市场不太热 所以呢股价一直在跌 在去年最高点的两块的资上跌到了现在 今天我看是到六万多 所以呢这个一个好的下一个好的资源 你还是需要合适的人去运作的想法 也未必能取得你真正的目的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资源量远远比他们小的公司 市值是他们的好几倍 再看看世界第一大的就是这个江南可控股的Cartango 这是在加拿大上市的一家存股的公司 也是在钢果金最大的产量 他们在预计到明年它的产量就等 一个公司就能达到五点七万多呢 占世界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江南可这些做商品贸易的人 几乎都是投资方面的先锋和准确 所以呢就说我们一定要看着 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公司是怎么去运作 但是呢这个公司呢 也是西方人玩的过火了 一个这样的十一亿江南大四十的公司呢 它搞了一个大概好几十亿美元的债务债务 所以呢最近呢可能在今年很多人也看到 它跟钢果政府呢不断打官司 所以差点要关闭 最近又因为这个产品中间含放射性油的 这个含量太高又停止出产 所以呢整个呢折腾的鸡飞头跳 但是资源来说仍然是很好 另外一个在加拿大上市的一个很小的公司改造过来的 叫股二十七的公司 这个公司呢非常古特 原来是一个勘散公司 由于呢就是股这个金属特别好 一般人就住很多这个他们做股这个金属贸易的商 你想住好几千吨的股到这个市场中间去 到这个公司中间去 再募集了几亿美元 在市场上大量的收购这个股的金属 他们赌未来股的价格一定还会暴涨 所以呢他们投了很多的钱 大概投了有五亿多美元 但是呢现在的股价呢也比他们刚刚那个闪上去的线 是他刚刚装上的时候 所以呢实际上也跌了下来 我说这些搞期货贸易的人 他们绝对都不是傻子 大家拭目以待 这个前面讲了股和他的股票 现在看看李 在过去十几年中间 李的价格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在前几年默默无闻 李嘛主要是用的一般的商品 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些方面呢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这次出现了电动汽车以后 价格突然一下暴览 所以呢最近呢也进行了50%的回调 所以呢世界上呢就是这个李的矿呢 跟古完全不一样 分布比较广泛 但主要的生产呢只有三湖一矿 主要有三个盐湖一个矿 这三湖呢基本上都在南美 一矿呢就是澳大利亚的Green Bush这个矿 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呢目前在全球 重新经过中国公司的不断的并购 因为李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东西以后 因为这个李的价格比股先涨起来 所以呢中国公司拼命再追 现在世界上四大巨头变成了六大巨头 也就是增加了中国的天气里业和干风里业 现在又增加了一湖两矿 所以呢是这样的格局 这些呢都是每个公司的这个生产的细节 天气里业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的这个特色的公司 它的现在市值280亿 从高峰也跌了50%以上 它的主要的这个目前的产量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Green Bush 所以呢它当年呢只有三十几亿市值的时候 并购了一个五十几亿的一个项目 最近呢又以40亿美元 43亿美元并购SQM成为中国矿业的一个典范 但是呢这次可以这么说 这次并购SQM这26的股份呢 这个溢价非常高 比现在市场价高到40% 能不能解决未来 因为它这个40多亿的这个钱中间呢 大部分是债务 超过四分之三是债务 所以呢将来会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过了这个债务期以后 应该控制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沿湖 待会儿我可以看到 另外一家企业呢是叫干风里业 因为前面呢天气里业非常聪明 把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固体矿产呢 给并购了完以后呢 所有的矿全卖给它自己 不允许卖给中国其他商 这些干风里业这些人呢 没辙向全世界开始去并购 所以呢他们就进行了一堆的这个并购 你看收了Rings 43%的股份 然后呢美洲里业的19.9%股份 然后呢Pubary Miners的5%的股份 他们采取什么策略 我想投钱多订你的Optics 把你的产品拿回中国 所以呢中国企业呢 用这种方式呢锁定了就是打量的就是这个资源 另外一个在澳洲上市的公司 就是刚才讲啊干风里业投资的叫Pubary Miners 他们的股价呢现在也跌了很多 大概跌了有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呢仍然是非常好 然后Mineral Resource 这是澳大利亚上市的另外一家企业 他们的股价呢也是市值得非常大 25亿澳元 现在跌了40%的这个股价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产量 这些需求天天还在这 在市场上很多人都是在取消股 另外一家在加拿大的Numasca 这个领矿呢是在建的一个矿 但是马上在19年第一季度就会投产 它将会产出千元花的股理 然后呢这个呢 据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这个千元花的产量 但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跌了更多 跌了60% 未来如果真的投产 我觉得是不是投资的机会呢 当然了还有像澳大利亚的Galaxy Minerals 这也是投资有10亿澳元市值的这家公司 刚才我们提到了SQM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公司 它的市值呢高达100多亿美元 所以呢中国公司呢 因为对它的产品呢非常的看好 所以呢就花巨额的资金 40几亿美元进行的并购 最近呢是已经通过了 美国的亚宝 这就是另外一家在美国上市的 但是化工企业 但是中间呃 残米 然后FMC搞矿的人大概都知道 这是美国一家传统的搞矿的人 它它也是多元化 但是呢里呢也是它的主要产品之一 对世界上的这些主要的比 盐湖咱们就不说 盐湖比较简单 但是呢很难扩展 硬盐呢非常多 但是怎么评价这些上述公司呢 我们要从资源量 然后品位你可以看到 从1%到1.6% 这个范围之内进行评价 最终要得出来的结论 是你6%的这个金矿产品的 就是离岸价是多少 因为运输很重要 最后你生产厂碳酸里的价格是多少 真正你要投资 就要研究这张表 进行详细的比较 真正的这个千万八里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全球的分布里是在这儿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讲的Namask 它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一家公司 其他的 清华里呢因为比较少 但是呢就是价值更高 这个地方是碳酸里 碳酸里这个价格 你可以看到SQM 盐湖最便宜 然后呢美国亚宝 然后呢就是 一系列的公司在那里排 大家做投资者一定要熟悉这个表 越往下的 这个越便宜 它这个生产的成本越低 所以呢我说 真正我们要选择 何时自己投资的产品呢 都是应该做仔细的工作 我今天呢总结一下 电动汽车已经成为我们行业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投资的亮点 骨盒里成为未来的石油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中国人在本次电动汽车的大潮中 领导世界 中国矿业的成功呢 战略的布局了 钢果金这个地方 拥有了十四家企业 拥有控制了全世界资源的50% 产量也许超过60% 所以钢果金成为中国在海外 矿业投资最成功的国家成为典范 但是中国政府应该严厉注意风险的防范 避免其他国家妒忌 我们控制了这么多的资源 会不会破坏我们 在经过一番并购之后 里的行业 中国也基本上在走到世界的前列 中国公司可以预见 在未来一段时间 还会并购更多的领矿 随着里的股市场的变化 2016、2017年呢 分别是他们股票都暴涨的年度 在17至18的之后呢 就是18年的后半年之后呢 这些股票都进行暴涨 可以说过去9个月金属价格 和股票价格的深度调涨 50%到60% 为我们这些投资人基金 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机会 谢谢大家